HELL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約瑟夫 好,這次呢要玩約瑟夫了 那我們這次呢一樣要心平靜氣非常優雅的玩 那一開始呢也是一樣 先等一下看沒人在破譯 破譯的時候呢馬上拍個照 然後呢就可以讓他的破譯機回溯了 這真是一個一開始的不錯的策略 那下次是怎樣,大家都不破譯是不是 沒關係啊,我們就來耗啊 我們就來耗啊 真的沒有要破譯耶 講真的喔,你們這部破譯我就要去泡畫面了 等一下,泡畫面 畫面是什麼東西啊 約瑟夫不吃這麼粗俗的東西 你們這樣的話我要去吃法式料理了 不過法式料理好像又吃太久 好了,你到底要不要破譯啦 我等很久了呢 二樓有震動 我們先拍個照 可以,好,我們先進去 進去之後呢 這邊好像有人 喔,果然有人是誰,盲女是不是 喔,遇到盲女了,太好了 先給她,來一刀 喔,現實跟鏡像都是一樣的 好,那沒辦法了,我們要先解鎖存在感 才有辦法來個忍不妨的一刀 好,OK 存在感解鎖 那那遠方是誰,是慈善家嗎 好像是 先帶她逛一下街 喔,這邊 好,算了,回來好了 不急 真的不用急 萬約瑟夫,真的不需要急啊 就是要非常存容優雅 就算你真的非常的緊張還是怎麼樣 你還是要裝作很優雅 因為一旦你不優雅呢 你的敵人就看出來說你不優雅 就說,喔,約瑟夫不優雅了 是發生什麼事情之類的 好,為什麼要繞到這裡 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有人躲在裡面 不過,時間來不及了,放不回去了 所以現在瑪莉是暈眩狀態 欸,沒有,是一刀而已 所以,逛過頭了呢 呵呵呵 就算是逛過頭也是要裝沒事 喔,被救回來了 瑪莉很聰明 找隊友摸回來 那沒關係,我們再來等下一場 我們等鏡像呢,能夠再度拍照的時候 欸,這個 拍照這個相機是不是以前的那種 舊式的相機啊,為什麼 因為舊式的相機拍照的時候是不是 才拍一張就過熱了欸 怎麼回事啊 太容易過熱了吧 好,來,再來拍第二張了 進去 傳送過去 迅雷不及煙了 好,等一下刀 來 沒人 好,沒人沒關係 我們直接走鏡像好了 我們直接走鏡像 把他們兩個人都給 可以 打到 欸,放到椅子上 喔 看到前鋒的本體了 想要救自己是不是 你想要救自己有那麼容易嗎 似乎沒那麼容易喔 喔,我們現在直接先抓了 對 看能不能一次抓兩個 如果能一次抓兩個的話 那是最好的 好,先把他放在這張椅子上面 OK 接著,下一個 慈善甲 放到 另外一個椅子上面 好,先 先hold一下 看一下 好,沒問題 可以了 可以找椅子了 欸,來不及 來不及 好,第二次囉 第二次就是 逛過頭囉 沒關係,一樣要保持優雅 我們這局就是要非常的優雅 就算 失誤連連 你還是要優雅 對,讓別人摸不清楚你的套路 會覺得說 喔,這個約瑟夫是怎麼回事 故意的吧 他是故意展現出他的弱勢嗎 還是他的弱... 智... 好,來了來了 來 貓女在這裡 應該是可以騙到他的刀 翻 翻 喔,終於翻了齁 嘿嘿,中 再一下 我們從後面繞 不用,直接拆板 我們拆板速度很快 我差點忘記 因為瑟夫賽爾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如果點天賦的話呢 增加破壞板子速度的話呢 哇,那真的是更快了 但是我沒有點那個天賦 因為我覺得沒必要了 好,先抓起來 這一次不逛街了 這一次我們要來玩真的 玩真的... 唉唷,剛剛聽到前鋒撞人的聲音 他剛剛是不是撞到樹啊 不痛嗎你,前鋒 在這裡,看到足跡了 我們要回房一下 想要救盲女啊 欸,各位知道盲女 進入巷中世界的時候 她的身體的顏色 看起來就變彩色的嗎 哇,跟我是一路人啊 意味著原本世界是黑白的人 來到巷中世界呢 都能夠得到救贖 來吧,盲女 見在我的世界吧 護士來了 護士也來支援,真討厭 護士跟前鋒一起來救嗎 這樣成功率可是...可是...很...高的哪 好,一樣是暈 啊,這兩個真討厭 我們要...非常從容處理到他們 但是現在不能抓盲女 因為前鋒在旁邊守著 有沒有,躲在樹後面鬼鬼祟祟的 好,來 啊,還是被撞到了 啊,再一下 反正盲女呢 非常好打 是不是 好,又翻了 又被騙了 好,麻煩的不是盲女啊 麻煩的一直都是前鋒 還在附近嗎 還在那裡 走個位,走個位 先放下來 好 我先... 我先... 處理掉你 好,總算 啊... 我覺得... 我人生就完成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把前鋒處理掉了 太好了 這下盲女總可以... 飛高高了吧 好,來吧 飛高高吧 欸,還是第二次而已嗎 還沒,第二次而已 完蛋了 已經被破譯掉兩條了 又有人一直在破譯 前鋒放在... 放在這裡好了 好,離另外一個逃生者很近 不知道是誰 我們先回房 猛女要先讓他飛啊 前鋒又被救了 好,沒關係 先拍個照 這樣子的話呢 猛女就算被救之後呢 到最後 鏡像世界消暑之後呢 他還是會暈倒 好,先進去鏡像 好,再回來 好,這有什麼意義 好,再進去鏡像 好,這邊有人在破譯 這邊有人 哦 本體跟虛擬的人都在這裡 那先抓鏡像好了 先抓鏡像去逛街 然後再去追本體 哇,這感覺很微妙 就是... 我抓了你 然後又去追你 這種感覺是要怎麼講 好,我們先放這張椅子嘛 先等一下好了 哦,這次要掌握好時間了 這次絕對不能... 不能逛過頭 對 來 一刀 好了,那這個鏡像 鏡像沒用了 鏡像沒有利用價值 我要抓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 和虛偽的你 有哪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不覺得人跟人之間在現實世界相處的時候 反而是相反的嗎 在真實的世界 反而是虛偽的 在相中的世界呢 反而是真實的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你 哇,這句話太有深度了 抄起來抄起來 考試會考 觀望一下 有耳鳴 是不是前鋒又來救啊 好,我們現在剛用了回溯 但是 手盤粗糙 因為 回溯沒有很完全 大概試了一下撲克牌而已 這撲克牌是照片 是照片 好,那被救了 那再補一刀 好,只是加速上椅子而已呢 護士 哦,前鋒來了 討論眼前鋒來了 又想撞我 還來 來啊 嗚 可惡沒有躲到樹裡面 還是被撞了 不過再來一下 撐著 冷靜再來 哦,這次沒撞到 沒有障礙物了吧 好,他瘦了一刀 不錯 失誤了齁 總算出現失誤了齁 可以了 我要去追前鋒了 但是不能追太遠 因為可能 忽視翼會來救 我這個回溯這一點 這個技能我覺得不太好用的點 是因為 你在按了之後呢 就會一直繞圈圈 對 就不能固定這個定點嘛 還要特別去調視角 如果是模擬器的話呢 還要再特別去 取消掉 那個 滑鼠 的游標 先顯示游標再取消游標 然後才能移動 才能取消 所以我覺得 回溯這個 不太好用 好吧,也許是需要練習 在經過我多加練習之後呢 也許就能回溯得很好了 但總之不是現在 有人在破衣嗎 還是醫生在救前鋒 在摸前鋒 一樣沒有任何訊息 沒有人在破衣 算了,先拍好了 有了,看到了 直接過去傳送 從鏡像傳送 好 懶不妨給他來一刀 喔 來喔 不見 不在這裡 那在哪裡 喔 翻過去了 好,算了 我們先抓鏡像 各位 我想問你們 如果有一個人 一個男人 他的年紀呢 已經差不多 我們不要講六十幾 太老了 我們講四十幾 還是五十幾 對,他到這個年紀 但是他的外表呢 看起來像是二三十歲 那你會跟這種男人交往嗎 有些人說會 有些人說不會 不過那些說會的人 太膚淺了 你都不稍微 看一下他的個性怎麼樣嗎 還是他的生活習慣 有沒有邋遢 然後私底下怎麼樣 怎麼樣 你只看外表嗎 看外表的年齡 通常都是很年輕的 那會看到內在的話呢 也許就開始有年紀了 那連內在都不看的話呢 也許那個年紀呢 已經有半隻腳踏進棺材了 好,差不多了 可以了 剛剛好暈眩 回來吧 看一下 在哪裡 護士 很近啊 就在這裡呢 好 還好啦 運氣不錯 好 放椅子上 這樣子呢 鏡像的你和現實的你 就重疊在一起了 完美 接下來 前鋒會救你嗎 有耳鳴 應該會救你 他在附近 因為前鋒 我看到了 小肚子 看在你玩得還不錯的份上 你只要答應我一件事情 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把飛機枕留下來 我要你的飛機枕 好,我來試試看 喔 還不錯 可是 這個掌握11點要很快 就是 要馬上呢 就到 對岸那邊去 不是對岸 馬上就到 對面那邊去 這邊 像這樣按的話 剛剛按的話應該就可以了 對 沒回到可惜 好,再來一下 OK 總算終結了 那這次 怎麼講 其實很輕鬆 因為我覺得沒有很認真在玩 就是 邊玩邊逛街的概念 對 然後 就贏了 我覺得最會玩的應該是前鋒吧 對,其他都還好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的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按讚喔 想追蹤我的頻道的話呢 別忘了訂閱我 按下方的小鈴鐺 另外IG呢 也別忘了追蹤我 那我們見喔 下一集見囉 掰 我們點讚喔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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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